赖萧培1月13号赢得大选 距离520正式上任还有三个多月 新旧团队也在总统府方面召开首次交接小组会议 520交接小组会议双方共有10人参与 现任总统方面以副秘书长林嘉隆为首 包括两位副秘书长黄崇燕 张东涵 管会副秘书长徐思建与第一局局长郭鸿龙 接任总统交接小组由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秦为代表 包括进办国政顾问团召集人郑立军 与总干事排梦安 副总统办公室主任陈毅玲 民进党代理秘书长杨毅珊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晚间在脸书发文 谢谢执政团队与交接小组的每位伙伴 相信一定能秉持政务持续运作及顺利交接原则 传承过去经验 密切交换意见 顺利启动相关交接工作 在总统日前已经指示现任的执政团队 全力协助赖总统当选人团队妥善办理交接工作 务必使第15任第16任的总统交接事宜顺利进行 那金玉也在总统府内召开第一次的交接小组会议 那总统府将秉持政务持续运作及顺利交接的原则 启动交接工作 而针对国防外交两岸等国家安全重大政策及相关事项 将向赖总统当选人进行简报 另外有关目前社会高度关注的国政议题 双方团队也将密切交换意见 起始未来国政无缝结轨顺利推进 1996年总统直选后 首度的同意政党进入第三任期 不方强调一定会做好交接 让国家继续往前迈进 明星新闻综合报道